陈乔恩传未婚先韵,素颜现身机场肚子遮不住,被抱与男星飞闻成真。 机场现在在很多明星的眼里也就是一个T台了,很多明星只要一出现在机场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就像杨幂、袁珊珊等等众多明星,随时出现在机场就是一场大秀啊,每次出现在机场都会穿得很潮流。 杨幂可以说是带货一解了,陈乔恩未婚先韵。 素颜现身机场肚子大到遮不住,与王凯分门成真。 机场现在在很多明星的眼里也就是一个T台了,很多明星只要一出现在机场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就像杨幂、袁珊珊等等众多明星,随时出现在机场就是一场大秀啊。 每次出现在机场都会穿得很潮流,杨幂可以说是带货一解了,只要他穿过的衣服必定会火。 而近日小编又捕捉到一个大美人,陈乔恩。 陈乔恩,1979年4月4日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竹北市,华语影视女演员、主持人、歌手。 2001年9月23日,陈乔恩正式出道。 2005年,其主演的爱情喜剧《王子点青蛙》打破台湾偶像剧收视记录。 2008年,主演的都市剧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创下台湾电视史上偶像剧冠军收视记录。 这次陈乔恩打扮得很低调,素颜现身,戴住个口罩,跨住包包,一边走住一边玩住手机。 不得不说这一次陈乔恩不化妆出现在机场也是很低调的啊,但是比素颜更能吸引大家眼球的就是陈乔恩的大肚子了。 很多网友都说陈乔恩是胖成这样的,但是也是有很多网友都说,胖也是不可能胖成这样啊,毕竟肚子真的是很明显的啊。 很多网友还表示可能孩子他爸就是王凯的。 毕竟陈乔恩和王凯的CP那么的高,而且之前两人的绯闻也是闹得沸沸腾腾腾的,大家也都是开始相信两人是在一起的了,小编想来是不可能的,毕竟王凯都公开说明了两人只是朋友。 事后陈乔恩也亲自澄清了所谓的大肚子是因为吃胖了,毕竟陈乔恩因为吃胖上热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 不过事情的真相就是忍者见人智者见智了,如果真的是吃胖了,小编不得不说,陈乔恩你这吃胖吃得十分有个性啊。 今天天见过了。 但是,我们下期再见。 对吧!